老葉不是讀法律 不過有一個法律概念 我想跟大家嘗試解釋給大家聽 讓大家明白為何有這樣的事發生 一個概念是共同犯罪 什麼叫共同犯罪呢? 譬如有一個人 A 合同一些人 B C D 想去謀殺 X 整班人 可能分兩輛車 前面一堆後面一堆一起出發 前面那輛車上面坐的那些人 找到 X 謀殺了 後面那些人 有沒有犯法? 答案是 有 這個當然不是老於講過 在香港用普通法 所以普通法就是用以前的案例作為法律的根據 即是說以前有沒有判過這樣的類似情況? 答案當然有 那我就 不是這邊專家 所以我只可以把這個案例的東西放在描述裡 大家有興趣可以跳過去看 當然 普通法的案例大部分是英文的 所以大家可能要看英文 但這個不要緊 我簡單來說其中一個案例給大家聽 這個案例就是發生在香港 不過當時香港的終審庭 就不在香港 在倫敦 因為香港當時是英國殖民地 大家記住 香港一樣是用回以前的法例 換句話說 雖然這個案例是發生在香港回歸之前 但這個案例在今天的香港仍然有效 大家先明白這個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跟大家講一個案例 這個案例就是 在上訴庭的時候 已經拖到2016年 有一個叫陳金城 可能是陳金城之類 還有另外一個陳永書 在這個共犯原則之下被判 因為她說 目標人物被第一輛車發現被被殺害 當第二輛車進入到目標人物時 已經遇害了 所以雖然她沒有親手殺人 但亦被控謀殺 並入罪 即使我只是說這件事 有些人計劃好了 去犯案 犯案 犯案途中 有一批人做了 其他一批人 因為是有份策劃 在同一個情況之下出現 所以他們都被判是有罪 為什麼要提這個問題呢 就是因為 大家記得 柳伯被磚頭扔死那位 現在警方拘捕了五個男女 其中兩個被兇謀殺 那些人說 一塊磚頭扔死一個人 為什麼會多於一個人被兇 就是這個共同犯罪的原則 當你們同一批人 一起做一樣的事的話 你們是作為一個犯罪組織 而你是犯罪組織的一部分 所以這個組織所犯的罪 你們全部人有同罪 這個法例 是御用了很久的普通法 不是現在特別做出來的 在這裏想提醒大家 這些這樣的暴行 如果你譬如 好像這個例子 找一個磚頭扔死阿伯 因為你有份參與 雖然你扔那個磚頭 沒有扔死人 但你一樣是同犯 一樣是謀殺罪 同一理由 有人和你一齊 扔汽油彈 而弄傷別人 那個扔那個 當然有事 但你和他一起去 你都是同犯 這個例子 我很希望就快出現 就是那個被人淋火水 結隔 點火 這個是兩個動作來的 我們有片看得很清楚 有的人 向他身體上面 潑一個異形物體 另外的人 點火過去 兩個都是謀殺罪名 嚴重傷害他人身體 而其他的掩護人士 在隔壁的那些幫庫 全部都是同犯 全部都應該被控謀殺 或者意圖嚴重傷害他人身體 不是老葉講的算數 是有法例根據的 大家最好都是守法 千萬不要聽一些 小人 那些不是東西的東西 說違法達義沒有這件事 違法就是違法 違法就是用你的前途做補償 你會因此被捕 可能判一個非常長的有其同刑 或者無其同刑 你的一生 絕對沒有精彩 你的因實 只會越來越墮落 現在是時候收手 不要再把自己的前途 拿來做人的踏腳石 他們不會憐憫你們的 對 對